哈喽大家,我是美食阿姨 今天咱们来做一个溜肉段 东北溜肉段 用泡好的土豆淀粉挂护 再少放一点油,抓捏均匀 我们就可以炸了 炸第一遍的时候 就是先给肉定个形 然后就可以捞出来了 我们把油温再次升高 然后复炸一遍 复炸过的肉段会更加的酥脆 我还突发奇想的准备了一点虾仁 锅里留一点底油 把葱姜蒜、辣椒这些配料放进去炒一炒 然后我们就把提前准备好的料汁倒进去 把料汁炒一炒 炒得稍微粘稠一点 然后把肉段放进去 翻拌均匀就可以出锅了 肉段烧香 这是大白菜 这个算乱炖吗? 这里边有白菜,木耳,胡萝卜,还有什么?虾,豆皮,肉 六肉段我还放了点虾 你们好呀 今天大连下雪了,外面大雪纷飞的 这个雪多厚? 三厘米不止 有了,四五厘米有了 外面下雪,我们在家吃热乎乎的饭 外面下雪有的车,我还都盖上了 我门前面后门 车哈? 对呀 今天做溜肉段了,好久都没做了 好吃吗? 好吃吗? 好,好吃 虾,有没有味道? 这个虾我是先放汁里边的 放汁里边,让它吸汁了 今天这两个菜都有虾 嗯 今天是成虾炎了 这是老许,昨天买,是昨天吗? 嗯,它灯了红 灯了红 大开小,也这么虾 昨天吃了不点,主要吃鱼了 牛肉段好吃 没毛病啊 嗯 这听到挺好 特别有味道 鱼要不要? 鱼要,尝一口 这鱼也是昨天老许剩的,黄花鱼 嗯,买了几条 六条 六条 嗯,挺好啊 你吃,有没有味道 味挺好 好啊 嗯 鱼特别好 大白菜 好吃 好吃 嗯 不错 今天把这大铁锅端上来了 就好能保温 五花肉 嗯 我做的牛肉段太好吃了 这一盘子牛肉段在饭店的话得卖 四十八 它没有虾 要放虾的话更贵了 这是蛮废丝啊 其实也不废丝 不废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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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好的 如果咱俩煮也没毛病 你先吃肉菜多好 对啊 我先把鱼给剪开吃掉 一会再吃鱼 剪了吃 这菜包饿包挺好啊 这菜包饿包挺好啊 这菜包饿肉的 也还香 还香 好了 拜拜 拜拜 拜拜